减度是日本的传统武术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竞技运动 第三顶有一位减度老师劳国安开释道观 有幸福的朋友做回来由减度以表示这项运动对心心灵发展都很有帮助 投个儿子投车我们做回来了解 保持专心感丁正的态度 找到机会到点限达着的气息进行攻击 这是第三顶的一间减度导观 每星期都有很多学外来这里考虑客戏 减度对于来说都有不感的意义 当初我是看到建道的相关产业在竹山 可是看不到有任何一家的道馆 所以我才把我的兴趣发挥到极致 自己在竹山盖了一间道馆 其实建道除了个人的修心养性而外 品德的修炼 人格的养成 这些都是在练习在运动中 慢慢慢慢培养 练剑道是一种乐趣 让我们平常练习一些 去健体一致的攻击 剑道就是随时能够防守攻击 剑道是长长久久的 不是说一下子就马上就亏 所以我们有心得就是继续加油 不忘初心 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 在建道学习建道的过程 让我找到一个自信 从练建道到现在陪女儿一起练 大概有两到三年多的时间 就是也非常感恩我们的老师 就是无私奉献大爱无恒的 就是教育我们引导我们 剑道在我们的过程中 不只是触动到技术 也有各种的劣势 就关注有两个中枢 精神工作的好玩 都表示就是剑道 对他们在办案应勉领力 有很多的帮助 剑道是一个 对身心很有帮助的一个运动 那你可以练习你的专注力 尤其对我们的工作来讲 是非常有用处的 我们常常都要找一些细微的急诊 对啊 剑道就是你的专注力要非常的集中 你才有办法一直突破上去 是剑道在工房之间 尤其是我们担任警察工作 这在一个瞬间的一个反应 觉得对我们的跟歹徒之间的一个对峙 或者是瞬间的反应 其实这个是可以让我们自己的一个反应度可以 而且比较不会胆怯 剑道讲的气道体一致 那对我们的一个精气省的要求 还有你面对事情的一个处理 真的是很有帮助 剑道运动中所需要的逐渐 以及效果 大部分都是在第三地心散 这也是劳国安老师算 在第三季度观的原因 我们要延伤第三季的发展 希望有更多人实在剑道运动的美丽 可以再前往差不多